9月11日上午,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梁政善治接战活动启动礼在香港举行。此次接战活动将于11日和12日在香港各区开展,和共设立约1000余个接战。启动礼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和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等香港选委会当然委员来到位于湾仔的一个接战参加活动,向市民宣传政纲及新选举制度,并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受访时表示,举办接战活动的目的是为选委提供与市民接触的机会,履行好上情下达的职责。他也期待新的选举制度能为香港带来新面貌。 我们这些活动可以达到一个宣传的效果,同时也可以令到我们有些选委可以和市民有一个接触的机会。 亦都听取市民意见,然后向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反应,这个也是我们作为选委的一个职责。 令到我们今后在参与选委会工作里面,我们有多一些的考虑。 我相信这个选委会选出来的人一定是爱国爱港,有能力有担当,对社会服务有经验。 他们一定会很小心去谨慎,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做好提名和选举的工作。 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半届选举之后,社会就不要像过往那样,最主要在政治的争拗方面, 而是可以抽出来,应该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是市民的期望。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未来两场选举中, 既有提名权也有把关权,对选出梁政善志的管制团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接战的活动呢,是响应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一共同发起, 在香港超过一千多个接战。 这样我们接战百两天的意义呢,主要是能够宣传选举委员会的重要性,尤其第五届别,在将来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 能够选出一个忠诚拥护国家和特区,同时拥护基本法的一些团队来做选举委员会。 因为选举委员会在未来的两场立法会和特首选举中,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们既有提名权也有把关权,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贯彻地选出爱国爱港的团队。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陈青霞也参加了当天的接战活动。他表示,自己平时就十分关心香港的经济、法治、教育、住房等问题。 希望新一届的管制团队能团结各界力量,聚焦解决香港的民生问题。 因为我呢,作为一个爱国爱港人士的选委,我自己也是律师。 我是非常关心香港的经济发展、法治社会和那个,怎样可以更好地改善民生的。 那我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团结香港社会,令到我们真的选出来的选委呢,也都是爱国爱港。 和他们能够真正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也都同时呢,是致力于是能够发展香港的经济,能够促进我们香港和国家的融合。 更好的去促进现在大湾区的发展。 同时呢,是有这个心去真正是改善香港社会各界的矛盾,包括住房啊,教育啊等等。 当天的接站活动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有市民现场与参与活动的选委互动交流,领取宣传单章仔细阅读。 也有市民在意见部写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从事社会服务行业的陈先生对记者表示,住房、就业等问题是当前香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希望新一届的管制团队能着力改善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 外国、外港、人治港呢,就对于我们稳定社会呢,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起码现在少了很多那些社会的冲突啊各样东西。 香港人关注一定是楼价先。 所以其实首要条件一定是先搞好民生先,搞好香港的经济先。 之后那些人才会有心情去想大湾区或融入祖国那方面。